奉耶稣声明说话 感谢主耶稣 我们能够继续来查考这个《丹尼里书》 我们已经简单地介绍过这个《丹尼里书》的第八章 我们在第八章里头 我们看到这个小脚的工作 那小脚的破坏力非常大 那这个跟第七章里头所谈到的小脚应该是相似的 对一些查考历史的人来说 那这个小脚应该是指着安提亚库 就是他毁坏圣殿的那个君王 那我们从《丹尼里书》来看的话 那我们发现说他最后的工作是要跟这些圣徒来争战 而且要把这个圣殿毁灭掉 让这个圣殿完全被污蔽 这是这两章里头的一个共同点 我们在看这个第八章的时候 有一些有关历史背景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先来谈一谈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八章的第二节 那我见了异象的时候 我以为在以兰省苏山城 或者这个以兰省的这个宫里头 宫中我看见像又如在乌赖河边 那这里谈到说在以兰省苏山城 我们如果看这个尼西米或者以斯帖记 当时那个波斯王他就是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宫殿 所以那个尼西米当九镇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宫殿里头 还有那个以斯帖当王后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尼西米记第一章 跟以斯帖记第一章可以看到 那这里有谈到说这个乌赖河 我们可以说这个其实是一条运河 那这是代表什么 这代表说这个国家非常地兴盛 我们可以说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然当时的王帝就很愿意在这个地方 来设立他自己的国度或者自己的王宫 那这个运河 这个乌赖河呢 也是这个尼兰呢 这是一个省的一个边界 我们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们说这条河也是蛮大的 那如果敌人要来攻击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天然的保障 我们说这条运河 我们如果看这个 这个 这个 Yelimi书 那这是上次我们所谈过的 那这个Yelimi书 其实实在也有谈到说这个 Yelan的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Yelimi书的四十九章 我们来看如果从三十四节开始念的话 这里有谈到说神借着Yelimi宣告这个 审判Yelan的这个信息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审判都有它的理由在当中 那这里呢我们如果看三十八节 我们来看这个三十八节 Jelimi chapitre四十九 Jelimi chapitre四十九 我们在看这个 我们在看这个 Jelimi chapitre八 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章里头有谈到这个 公棉羊跟公山羊 那在二十节呢 那在二十节呢 他有解释 从历史的层面来去解释这个公棉羊跟公山羊是指着什么王来说的 那是指着希腊王来讲的 这里是谈到王 那我们刚才说的 那我们刚才所念的这个 耶利米书的四十九章 那神要除灭伊兰的这个君王和首领 来设立自己的宝座 那就是说神自己要来当王 我们知道说我们有教会的地方应该就有神的宝座在其中 我们可以说从属灵的层面来讲 教会的这个带领者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君王 我们只不过是他的仆人而已 虽然我们有君王的身份 但是在这个万王之王的面前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 我们在查考这个丹尼里书 这个有关义言的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历史的层面 我们可以引申到这个属灵的层面 就是将来教会所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第八章的十九节 十八章的十九节 我要指示你脑怒灵完必有的事 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这里所谈到的是有关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 这里是谈到这个恼怒的事 但是不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而是指着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来讲的 其实在这一章里头 这样的一个观念 这个丹尼里被教导了好几次 我们如果看十七节也是一样的 当这个丹尼里听到这个加百列讲话的时候 他就惊慌浮复在地 后来呢 这个有声音跟他说 人子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意象 所以不是指着历史的事件来讲的 有些历史的成分在当中 但是重点是放在这个末后 在真教会所要发生的事 我们在看二十六节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讲的 因为这里谈到说这个意象要被封起来封住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官夫后来许多的日子 就是末后的日子 所以我们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 那我们会对这个议员有更正确的方向 而且我们可以循着这一方向 来去发掘他里头所讲的这些属灵的教训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么久来 我们所查考一言书的一个方向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 我们先来提一些重点 先让各位对这一章有更清楚的了解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跟其他的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因为比如说这个第七章 它是用瘦来去描写 但是在这第八章 它却是用这个公棉羊跟公山羊来去讲明 我们已经谈过了 其实这个公棉羊是一种很纯粮的一种动物 而且是在献祭的时候拿来用的 我们也知道说它的皮 也来做这个规模用的材料 其实我们可以在那个 那个出埃及记的二十六章可以看到 那十六章的十四节里头有谈到 那还有呢在那个三十九章的三十四节也一样有提到 那我们这样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我们说是一种好的动物 那当然我们谈到这个公山羊的时候 在圣经一般上来讲是不太好的 比如说在主耶稣所谈到的比喻当中 要分左右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三羊是不好的 这是代表神所不喜悦的人 这些人 那我们现在看回来 我们看回这个 这个丹尼里书的第八章 那这一章 它一直在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脚 那我们如果开始看的话 就是那个公棉羊 它有两脚 那重点好像一直在强调这个脚 而且它也是用这个脚 而且它也是用这个脚来作为武器来攻击 那后来这个公山羊也是一样 它说它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脚 那后来折断了又有四只脚跑出来 然后又从其中的一只脚 又跑出一个小脚来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脚 是代表一种权力或一种势力 那在这里它一直在强调到这个脚 那到底这里要我们所学习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如果从历史的层面来去了解这个马代跟波斯 那我们发现到说这些所谓的这些国家 都非常的这种 我们说他们的君王都非常有野心的 要来征负周遭的这些列国 那你如果看这个第四节 这里谈到说 我见那公明羊往西往北往南的抵触 受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也没有能救父脱离他手的 但他任意而行至高至大 那这个中文呢 它是说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 那英文是动物 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因为这里根据刚才我们所讲的 从第八章我们知道说 这是指着这个马代跟波斯来讲的 那我们发现到说他们这个国度 真的增负了许多的国家 所以这里说往西往北往南 但是没有说往东 他们增负了这个小亚西亚一带的地方 他们也打败了这个巴比伦 他们也战胜了这个埃及 还有其他的国家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他们当时的这个军事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因为军事力量大 当然才有这种野心要来政府其他的国家 当我们看希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来讲亚利三大的话 他也是野心很大 他这个国家的版图很幅很大 我们说只是他死得比较年轻 这是我们从这一章里头可以看到的 或者从历史的层面可以了解到的 我们在谈脚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说这里其实在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势力的争斗 我们可以说这里是这个什么 这个征战是为了要夺权 我们如果看这个公民羊 他有两个脚 他这里说这脚高过那脚 更高的是后掌的 那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国度里头 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权来争斗的 不然的话圣经也不会这样讲 不会这样去描写它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说 那个后来的脚比之前的更长得更高呢 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 这些都是为了权力 为了这个 因为这个野心的缘故 所以才会征负很多的国家 那后来我们知道说 它是被希腊来打败的 那有四个脚 后来这个大脚 和希腊大脚断了 四个脚跑出来 我们说这也是一种 我们可以怎么讲呢 后来这四个脚也是明争暗斗的 权力斗争 那后来就有个小脚跑出来了 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谈过说 一般的这个历史学家都认为说 这是指着安提亚库来讲的 但是我们发现到说 这里的重点是在谈到这个小脚的工作 那这小脚的工作是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可以看到的 当天使在解释这个意言的时候呢 是从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 所以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小脚 我们现在先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段 我们可以说第一节到第二节是第一小段 第一段 然后第三节到第四节是另外一段 还有呢 我们如果看第五节开始的话 一直到这个十四节 那就是第三段 那十五节开始 到十七节 这是第四节 这是第四节 然后十八节到二十六节 这是第五段 那二十七节是谈到一个 好像一个结论 就是但你看了之后 谈到一个感觉 是怎么样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 根据我们刚才所分段的意义 来去慢慢的解释 我们知道这个但一里 他看这个意义的时候 这里说是波萨萨王在位第三年 就是他看了第一个意义之后 就是第七章里头所谈到的意义之后 我们知道说这个波萨萨王是巴比伦王 当但一里宣告审判之后 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 那巴比伦就灭亡了 好 那他看到这个意义 他是在这个以兰省苏山城 那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这里有一条河叫乌来河 然后他就见到这个双脚的公棉羊 站在河边 你发觉到说这个公棉羊 在这里的描写当中是非常凶猛的 非常不客气的 好 那这里呢 告诉我们说 当他去攻击其他的动物 或其他的兽的时候呢 这些兽是没有办法脱离他的手 那没有兽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 那就是说这个公棉羊是非常有权势的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我们如果看这个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这样说 他说 他说 但他任意而行 至高至大 他会这样做的 他做什么都会这样做 他说 那这个公棉羊 我们知道是 是 那会变得这么凶猛的 那会变得这么凶猛 跟他的心态有关系 其实这里也是在教导 我们一件 一个很重要的一门功课是我们要去学的 那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人如果心态变了 就是心存骄傲甚至是狂傲起来的话 他的动作也会变得很不寻常 他一定会去到处攻击人 因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 人的目的是跟神的旨意是相违背的 所以人如果有这种至高至大的心态 我们如果说在教会来讲的话 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他一定会像这个公眠羊一样 到处攻击 到处抵触 他所做他一定会任意而行的 做自己所要做的事情 而你这样看的话 这个问题就不是在对与错的这个之间 而是在这个人的心态 因为他自以为是 因为他自以为是 自高自大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三段 我们就是从第五节开始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那个丹尼里正在思考 这就是思想 这一件事情 而在思想的时候 他又见一只公三羊 从西而来 这里说 变形全地 脚不沾沉 那他的眼中 有一非常的脚 那他说呢 他就去来攻击 这个公棉羊 他就会去攻击羊 以于是用处抵触 用处抵触 我们发言到说 这个公棉羊 到这个胸羊 到公棉羊的面前的时候 它是一种发怒 也是充满怒气的一种 一种态度 到公棉羊的面前 然后见到他就像他发烈怒 抵触他 折断他的两脚 我们说折断他的两脚 就是把他的势力除去 折断他的两脚 就是让自己来当王 所以我们发现说 这个公三阳 这里也谈到说 第八节说 是极其至高至大 我们发觉到这里是纷争 刚才那个公棉羊 他也是到处攻击这些兽 那这个公三羊也是一样的 他是以愤怒的一种态度 来去攻击这个公棉羊 这就都是因为骄傲的缘故 我们来看真言书 我们看真言书的第十三章 我们看第十节 第十节 骄傲 只取真准 听劝员的 却有智慧 那这里很清楚 告诉我们 真净的是因为骄傲 所产生出来的 因为人心骄傲 所以常常会有真净的事情 我们已经谈过了 这个意义是指着 末后的事情来讲的 如果今天在家里头 或在教会里头 产生常常有这些 争端的事情 这个不再是性格的问题 这里其实是跟心态有关系 因为人至高至大之后 你虽然开始的时候 是非常的顺良 但是这个行为跟动作 是跟瘦没有什么差别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第七节 那第七节 他说 最后一句话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 用脚践踏 没有能救免羊 脱离他的手 我们在这里 看不到点 说这种同情的心 怜悯的心 我们看不到 这里说用脚践踏 就是不单只是一种藐视 给我们一个感觉 就是说要完全的 把这个公免羊 完全的去除掉 所以让自己能够 选要他的这个力量 跟势力 我们如果看第四节 跟第七节 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郭绵羊在他很旺盛的时候 他的这个行为 也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任何动物 能够站在他面前 也没有能救 脱离他手的 当他面对这个公免羊的时候 他也遭受到同样的下场 他也是被攻击 被践踏 我们说恶有恶报 他这样来对待人 最后他也同样的 被这样来对待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了解到说 其实这个不单只是在讲历史的事情 也是在教导我们说 我们如何对待人呢 我们也会同样的 以我们的方式被对待 好 那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山羊 他至高至大的时候 突然间他的这个大脚就折断 其实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说人的国度 人的势力 不能够长久 所以在但以理书的 其中一个重点 告诉我们说 只有神的国 神的这个权势 才能够永存 其实我们从第二章开始 就看到这个重点 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是在神国里头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我们不可以在神国 来建立自己的国度 那可能我们在世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段时间 可能会很有势力 但是如果这是跟神的这个旨意 是敌对的话 不管我们的脚 长得有多大 有多长 有一天一定会被折断的 因为这个势力 不是处于神 这就是为什么 在耶利米书 他有谈到说 刚才我们所念的 神要在伊兰 要把这些君王都除灭掉 神要建立自己的宝座 所以这里 其实让我们看到 神要除掉这些君王 是有他的理由的 很多时候 神要在教会 我们都知道说 神要在教会 来建立他的宝座 这是神的心愿 人如果不谨慎 尤其是带领的人 如果不谨慎的话 我们会抢夺了 神的这个宝座 以自己的意识 来去带领教会 没有存着一颗谦卑的心 伏在神的大能之下 让神来去带领我们 我们发言到说 我们最终会被神毁灭 所以在耶利尼书 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第八章 在这个大脚折断之后 在他脚根 又长出四脚 这里也说 这四个非常地脚 我们也可以说 是以重不同的 是非常强盛的 但是呢 这个重点 没有放在这四个脚 而是再谈到说 在这个其中的四脚 当中有一脚 跑出来是小脚 那它也是一样 这个小脚 向南向东 向荣美之地 渐渐成为强大 当然我们如果看历史的话 如果是以安迪亚库来讲的话 它最后是进入到圣殿里头 他把那个 祭司住的地方 变成是巨女院 完全污蔑了这个圣殿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那个时期 那个旧约 好像我们可以说 已经进入了这个黑暗时期 我们知道说 马拉基过后 另外一个先知 就是施洗约翰 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 这一段历史 好像跟我们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圣经也没有提到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那就是说 跟我们的信仰 跟我们所要学习的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那感谢主 那我时间也到了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现在我们要求联系 我们要求联系 好